远程投送4000公里 从气候宜人的东南沿海 远赴风沙漫天的西本大漠 陆军第31级团军 某地空导弹团 战克了一场 士兵实弹拦截演练 陌生的地狱 恶劣的气候 给演练带来了怎样的麻烦 敌机飞速来袭 导弹战车却突发故障 官兵们经受了 怎样的生死考验 力剑以天触地 晚宫展射天王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 大漠力剑 陆军防空导弹 拦截训练 计时下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了此时 平均风速已超过7级 瞬间风力达到8级 给即将要开始的实弹演变 带来很大的困难 因为导弹 从前面的舵机的工作 受到风的阻力以后 它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第二个就是我战车 传到给导弹这个信号 要求导弹做各种姿态 去接近目标 那么因为你风力太大 它的调整它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样的产生 最后的弹幕交汇 影响还是比较大 陆军第31级团军 某地空导弹团 原住地气候湿润 很少有大风沙天气 这次远程系统4000公里 来到西北大墓 展开地空导弹 拦截风射演变 就是要训练部队全空运坐在那里 尽管来之前 一游所作为 但沙漠地区多风上的气候 还是给他们带来了不少麻烦 这里是目标保障部工作的地方 他们在演习中承担起飞目标靶机的任务 要模拟远方无人机 对地面展开抵近侦察 然而演习现场刮起了七级风暴 他们模拟靶机的起飞 十分困难 风力太大以后 拔机肯定是不稳定的 当然 这样更接近实战 因为实际作战的过程中 对手也不可能按照固定的航线 稳定的飞行来 它发布了它的飞行是灵活的 让我们不好锁定 稳定的发射导弹 那么 拔机 在风力比较大的过程中 它会突然间降低高度 或者突然间改变航向 这样的话 对我们锁定这个目标 实施抗击 产生的影响是有的 目标保障组 已经做好目标起飞的准备 准备打 要败 好 明白 一鹅 二鹅 解脱下位 明白 解脱正常 解脱正常 明白 雷阳一战二战 加强对控制作 明白 命令一下打 第一战雷达阶线库赛 需要组织进行产生 一 一战 一战什么情况 马上就要借助第一个客户 但因为大风影响 101战车搜索雷达 天线突然无法正常的工作 按照我们作战任务区分 我们每个战是有不同的责任善区的 如果我这个战 我这个雷达停止工作 我就没法进行射击任务 给我友邻战 造成很难的来源 这时候我是比较紧张 比较难受的 搜索雷达就是战车的眼睛 一旦平整工作 战车就无法执行下一步指引 因为我们这个所有的一个基准信号 就靠我们的搜索雷达停线这个转 它转360度一秒的话 它给了一个基准信号 我们所有的车整个这个系统工作的吧 就以这个基准信号为7点 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个信号的话 整个系统全部停止工作 受战场各种托发因素的影响 战车可能出现一些随机故障 各战车上除了战长操作手势班 还有伴随保障的技术停关 随时准备解决战车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 那一瞬间可能是因为风力太大 第二个就是导弹的转塔调动的时候 因为它有产生一定的惯性 那个加上风力太大以后 我这个装备它对风力它有一定的要求 超过这个极限肯定是不合适的 那虽然没有超过极限 但是各种因素叠加这一块 所以产生了这个搜索雷达外导这个线 搜索雷达天线的最佳搜索位置 适合地面呈90度角 在战车机动过程中 雷达会自动保持平衡反应 但由于戈壁滩上顺势方力8到9级 导致搜索雷达天线歪打 总工程师多力工 需要带领专业技术人员 迅速对雷达进行覆位 驱逐国首先安排一个人在车内 然后就跟我们一起配合 然后再跟另外一个技术主任 一起把天线扶到正常的位置 不到一分钟时间 战车天线控制系统重新启动 雷达性能会复正常 连线扶搜索雷达发射系统 中路路速攻击检测 连线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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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隔壁滩上第一架把剂升空 防空导弹对低空无人机射击科目正式展开 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和应用 高空和低空无人机已成为防空兵部队抗击的典型目标 特别是低空无人机 飞行高度低 反射面积小 雷达难以发现 抗击难度大 低空对我们来说 这种概率会小一些 因为它受到地面的地形条件的影响 虽然这块总体是平缓的 但是你只要有起伏的散乱 这样的话我们雷达探测的过程中 就会受到第五回波的一些干扰 完成这个科目的有101战 低空导弹团所有战车 都享有数量不等的金色五角星 这些五角星象征着每台战车的战功 101战车是演练编号派在第一的战车 与其他战车相比 车侧拿20多枚金色五角星 现在更加夺目 发标升空后 战车雷达驱逐搜索空中目标 二十三 正常三方位 稳定 三左 飞在发行目标 雷达屏幕上把机发了以后 会显示这种短横线的量 飞行轨迹 飞行那个平滑的一个轨迹线 我们号手就是依此来 判断是目标还是干扰 请客席发行空气 动摇批 方位四把动作 距离八十公里 速度两百 翻车尾离正台机 领引 抗击动摇批目标 领引下达 射击难度更大的另一轨仪式 无人机体积较小 反射密集型 在雷达显示屏上 显示的六点 相对于其他空中目标 更为微重 难以发现 跟踪 跟着不稳 继续指示 站 好 稳定 继续指 我们想想 这个一个体积很大的 我去攻击它的时候 至少这个概率会高 那它很小 很细长 它的面积本身就很少 那你这个导弹制导的 精度要很准确 小型无人机 同时受空中复杂的 气流影响较大 飞行轨迹容易发生剧烈变化 十分不稳定 比如说它的飞行高度 互高互低 比如说它的航线 互左互右 那么包括航路的捷径 互大互小 对我们导弹 这个发射来说 都会产生影响 因为导弹呢 会自动地根据目标的情况 来确定它的发射区 这个目标比较稳定 我的发射区呢 相对宽一些 我的发射时间会充裕一些 那么目标不稳定 它的发射区也是在跳动 可能一会儿要这么窄 一会儿要这么窄 那你要抓住有力的司机 无人机榜标正快速接近战车 只有及时发现并锁定目标 才能更好地拦截目标 时间转瞬即逝 只有短短数十秒 指挥员需要准确把握发射时机 这次实战演练能否受伐忍重 军事计时正眼播出 大漠立舰 陆军反空导弹 拦截训练 计时 下棋 一领三盟目标不住 一领跳对目标 是 一领跳对目标 一领目标 夺兵 夺位 四大度动 距离 五十五光临 速度 两百 一领目标对决 目标进入火力范围 自行空间 是 如果目标 就很远的地方 我就能够发现 那我心里就不会走 如果距离越来越近 我还没发现 我会不会走 16公里 15公里 14公里 准备导弹 第一站准备好 第一站明白 第一站发射 低空无人机把刘 进入导弹发射 两枚导弹 在空中划分了 一团黑烟出现 空中 低空无人机被成功击毁 第一站没中 全站 一一三方 动摇披目标被激动 零 各位赢 加强对空此盘 做好这一站准备 三 命令一三弹 超低空无人机设计科目 成功完成后 紧接着进入的是 机动射服抗击低空目标 这一科目与其他野类科目 有明显的不同 在实际的作战过程中 部队的作战行动 它不是一个静态 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而且我们是根据战场的环境的变化 根据战场的态势的发展 来实时的调整我们的作战部署 到新的地方去 这样的话就是机动中的抗击 此时一到正午 戈壁上气温明显升高 地表温度高达四十分多 导弹车的铁皮被烤得滚烫 感觉就是跟在真弄的一样 就是枯热难来 击中火力队 全出射风 是 命令一下轮 车锁 二战车爆 二战车掉电 二战明白 新一轮拦截已经开始 机动占领设计阵地后 一辆导弹战车又突然爆凶 此时目标正快速接近阵路 情况万分危急 那对我来说 我当时确实紧张了一下 稍微紧张 因为时间比较近 如果不能短时间来处理完 那至少这个火力单元 这台战车它不能发射导弹 阵地上的车组人员也十分焦急 它就是没有电的话 我们整个山砖系统 电子系统 它都不能进行工作 它就产生不了信号 也发现不了目标 更不能发射导弹 技术维修人员紧急抢修 但目标 敌方导弹 正高速接近阵地 他们只有以最快的速度修复故障 才能确保这一轮设计任务顺利进行 技术总工程师 独地工和底盘技术专家们 都绷进了神经 凭借方复的修理经验 总工程师 独地工和技术专家 迅速对战车进行了修复 追索 二战三报 二战孤山已排除 事报开机 先走正德 先走四位 一半 原来为了考验官兵们的 兵机处置特警的能力 考虑到高温高灶 多风沙等恶力的气候环境 演练中 专门设计了这样一个 故障环境 实现证明 参业官兵 尤其是技术专家们 成功经受了这次考验 技术专家 在实际的设计的过程中 他们是战车的保护生 一旦出现情况 他们要随时能够解决问题 说句实在的话 他们在 我们的各级战斗员 心里才有底 排除故障后的战车 迅速做好了抗击准备 速度200 高度300 判断为敌 一空不妨再进去 令二营 机动控制 动两批目标 是 二营 叫我给动两批目标 一门 二营 叫我给动两批目标 叫我给动两批目标 二营 第二位 四高三度 二营 双终和零 双终 两半 双终 三台 二营 目标正确 好 可以靠近 走 十九公里 十六公里 十五公里 十四公里 准备桌蛋 第一站准备好 第一站发射 到两名目标被击落 虽然导弹击中目标只是差难见 但采访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受到 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艰苦的 所有官兵从千里远程击度来到阵地后 就立即投入了战斗重队 直战员和技术官家夜以继日 做着战舰筹划和装备检测 调试 所有辛勤的汗水和复充 才换来了这一个不够的成功结果 随着一个个目标被成功起落 东部战区陆军第31集团军某地空导弹团 时代射击演练 圆满落下帷幕 在这次演练中 他们克服恶劣气候 克服随时出现的故障 完成了高难度的刻目演练 警兵历见西北大漠 在漫天飞舞的黄沙堂 他们练出了斗志 也打出了必胜的信心 中部战区陆军狙击手比武竞赛 即将拉开帷幕 这是中部战区成立之后的 首次狙击手比武大赛 而在这次比武竞赛中 54集团军参赛队 能否经受重重考验 一名预备队员又是怎样走上赛场呢 他和队友在赛场中 经历了怎样的42小时 军事纪使近期播出 狙击枪手对决计